所以你們今天一定要趕快把握機會 趁現在趕快幫我分享 那因為我們今天直播呢 只有半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請你們一定要鎖定 不要錯過了喔 好 那我們今天呢 也有特別邀請到我們 天明治藥的經理軒音 那我們請軒音跟各位觀眾朋友打個招呼 Hello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是軒音 那很開心呢 今天有機會呢 來這邊跟大家介紹我們的膠囊機 軒音 今天很忙喔 謝謝你今天操控來到這邊 那現在是吃午餐的時間 你吃飽了嗎 不會 想說等一下下午後再來吃 那你要吃什麼 我等一下想說去吃個沙拉啦 吃沙拉喔 那現在午餐時間到了 請問一幕前的大家都吃什麼呢 我先講我自己好了 因為我覺得今天好像有點涼涼的 我想說我等一下可以吃個火鍋吧 然後再配個看配個什麼這樣子來吃 那大家都吃什麼呢 有人說吃雞排 有人說吃喝手搖飲料耶 吃雞排喝手搖飲料 有人自己煮耶 但是好像滿少的喔 大部分應該都是吃外面比較多啦 剛剛有人說喝那個珍珠奶茶喔 其實我還滿愛喝那個的耶 你知道嗎我以前啊是幾乎一天一杯 而且我在喝絕對是沒有在減糖的 我就是正常這樣喝 可是你知道嗎 其實我發現啊 我長期這樣子喝以來啊 我覺得我身體負擔好像還滿大的 像有時候可能火氣會比較大 那後來是有朋友跟我說 其實因為它那個裡面啊 就是很多那種添加物 不然就是糖加很多 所以我後面其實我就不太喝那個了 我後來是都會自己準備養生茶啦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是比較安心一點 欸 講到養生茶 你有在喝養生茶的習慣 那你平常都是怎麼做這個養生茶呢 嗯 我之前是去貼那個耶 製造這樣 可是我覺得很麻煩耶 你知道有時候我因為我記性比較差 有時候我在那邊貼 貼到後面結果就臭灰搭了 那其實這樣子第一啦很危險啦 而且其實很浪費我的時間 那我後來是會去那個超商買那個清草茶 應該很多人都喝過吧 那其實那個還滿甜的耶 對啊 所以我到後來 其實我就很少再喝那個了 對啊 那像我們這個養生膠囊機呢 它就是可以幫我們很快的 兩分鐘的時間就可以把清草茶泡好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這個養生膠囊機 這個是有專利的 那另外我們這個是食用級的PP塑膠 那平常時在使用的話非常的方便 那總共有五款的膠囊 那這個我們請到我們這個 一新堂中醫診所的院長 高資成高院長來為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平常時如何來養生 歡迎高院長 嗨 各位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一新堂中醫診所院長高資成醫師 很高興可以來這邊跟大家聊一下 有關養生的一些概念 很謝謝今天高院長可以過來 你那麼年輕就當院長了喔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其實現代人就是還滿注重養生的 所以很多人都會去看中醫調理身體 院長你們那邊聲音應該很好吧 對啊 其實就是滿多 現在的一些朋友們都有需要做一些調理的部分這樣 對 因為其實現代人還滿忙碌的啦 那有時候你又要顧身體 那一邊又工作又忙 所以我覺得其實可以有偶爾啦 吃一點養生的東西對我們身體都還滿好的 那剛剛軒音有說他今天有帶來這個養生的茶飲喔 那我有聽說你們這個 你剛剛在講說這個能很快的泡出一杯茶 那我想要請問說 我是要怎麼很快速的就利用這個機器 來泡出一杯養生茶呢 那我這邊跟各位操作一下 這非常非常的簡單 首先呢我們把這個膠囊機呢 的這個盒子打開 然後把膠囊放進去 放進去了以後呢 再把它攪上去 那這個按下來 直接呢按我們的這個小杯 所以它是可以看你要大杯小杯都可以嗎 對 我們要大杯小杯都可以 就直接按下去就可以了 那還滿方便的耶 所以你現在煮這一杯是什麼啊 我現在煮的是涼茶 就是你剛才說等一下去吃火鍋 我想說煮一個涼茶給你喝 這樣子比較不會上火 所以這杯是要給我的嗎 對對對 等一下大家可以一起來使用 好 那這個涼茶的話主要是 就是降火器嘛對不對 像我們很容易上火的體質 就可以來喝這個 那其實它這個真的還滿方便的耶 而且其實它外觀還滿時尚的 你如果說家裡放一台的話 其實真的是能提升家裡的整個氣氛跟質感耶 那這邊的話先 因為我看到這個有五個膠囊 那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它裡面的主要的一些功效嗎 跟各位觀眾朋友講一下 我們總共有五款不一樣的膠囊 那像我自己本身就滿喜歡喝這個閨蜜好朋友的 因為可以讓我們的氣色好一點 對 那另外呢我們還有這個 像這個保新乾茶 還有享受茶 涼茶 跟我們的食泉補氣 那這邊呢我們也請到這個高院長呢 來幫我們分享一下說 我們平常時呢 要如何呢 用這樣子的一個養生癮呢 來達到保健養生的一個概念 那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實現在這個年代大家都很忙碌啦 那我想各位工作的一些朋友都很辛苦 每天上班時間其實也滿長的 那加上其實我們有一些學生啊 現在要念書啊 還有一些所謂的一些可能生病過後的人 我想都是需要一些養生的一些處理 那其實像現在這個年代 很多女性朋友們都有一些手腳冰冷的一些症狀這樣子 那加上還有一些所謂的 長時間在外食的一些朋友們 那因為呢所謂的這些 以上我們剛剛講到的這些朋友們 除了飲食需要做一些均衡之外 我們還需要補充體力啊 或者是一些疏解生活壓力 還有做一些所謂的運動啊 促進生活 一些新陳代謝 這樣才可以調整好我們的體質這樣子 簡單來說呢 在我們所謂的東方的醫學概念來說 就是所謂的調整體質養生 這個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要喝一些 所謂的草本的一些複合飲這樣子 了解 謝謝高院院長 這邊的話觀眾朋友你們幫我分享了嗎 趕快喔 我們今天真的會抽出這個 原廠一台機器 還有這個花草組 快點 因為我們自己也有帶手機 我們應該也可以自己分享一下吧 這個的話 因為奇摩啊 它真的是一個國際大平台 所以我今天講的東西 我們一定是會徵抽徵送 這一台機器呢 它市價就超過7000塊了 趕快 所以你們趕快把握機會 你們現在這個時段啊 大家都在吃午餐 趕快利用時間 邊吃午餐邊分享一下 我今天自己也叫我家人幫我分享 因為我還蠻想要抽中這台的耶 因為剛剛萱有講到說 就是有這個去油膩的啊 享受茶 我是覺得我自己還蠻需要的啦 所以我想說 你等一下可不可以先留一台給我啊 我想要放在我們家裡 像我們自己自己家裡面啊 我自己家裡面也有放一台 那這個其實放在家裡面非常方便 因為像我爸就是喜歡喝茶 那我媽媽呢 比較喜歡喝咖啡 那家裡面呢 其他的這個家屬呢 有些是不喜歡喝咖啡因的飲品 那以前喔 常常泡了一壺茶 泡了一壺咖啡 常常都沒有 就到最後沒有人喝 就丟掉了 很可惜 那現在呢 用這樣子的一個養生膠囊機的機器呢 可以讓我們在使用上呢 非常的方便 照顧到全家人的一個健康 那在我們剛剛呢 聊了一下子 他也泡好了 對 泡好了耶 也泡好了 我們可以來喝看看 可以來分一下 你剛剛說這個是涼茶嗎 對 你可以喝看看這個涼茶 所以這主要是可以幫我們降火氣 平常時的話喔 像我們如果 還滿好喝的耶 喝那個麻辣火鍋啊 吃那個麻辣火鍋啊 還是說我們平常時喔 比較有這個常常吃外食的話 喝這個涼茶 比較會讓我們的火氣不會那麼大 那另外的話呢 像我們裡面也有這個享受茶 享受茶的話呢 可以讓我們這個 氣色好一點以外呢 可以讓我們排便順暢一點 那平常時呢 利用這樣子的一個養生機呢 來做一個養生飲 其實非常方便 放在公司也很方便啦 因為我們不可能喔 回到家現在有時候 下班回到家都八九點了 對 真的 非常的累 沒有辦法達到我們一個養生的作用 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其實你要叫我這樣子 每天在那邊煮那個茶 我真的不可能耶 你看我們上班時間 其實上班時間很長 那你下班之後 有時候你只是可能想要喝個茶 還要在那邊煮 一煮至少應該有一兩個小時吧 而且有時候像我自己啊 我不會煮東西 我們家廚房可能就很危險 對啊 因為這種要開火開瓦斯的 其實我真的是覺得比較危險啊 如果說你們想要養生 那又想要就是節省時間的話 真的你趕快分享 那我再跟大家講一下 你今天呢 take三位朋友 然後還有幫我公開分享到 三個公開的社團 我們就一定會抽出這一台 這台機器 我今天還滿想抽的耶 我剛剛還沒1發布 因為我想說今天應該 也滿有機會可以抽中的吧 現在中午吃飯時間 趕快利用時間來抽一下 那我剛剛有看到觀眾朋友說 他們今天都吃那個 吃水餃喔 其實水餃的話 因為其實它肉類也滿多的啦 你吃太多的話其實 對我們身體負擔也是很大 那有的人會自己煮 像我剛剛跟軒音有聊天啊 他說他平常都會自己煮飯耶 真的嗎 是平常常常會偶爾有空的話就會下廚 但是因為我們平常食其實就像我們市面上啊 市面上很多的外食會影響到我們的這個 身體機能可能代謝會比較差一點 那我們這樣子的一個養生飲喔 除了我們有這五種口味以外呢 以外呢我們未來呢也會開發其他的口味 那像我們一般的咖啡機啊 市面上也有這個咖啡機 咖啡機的話呢只能沖泡咖啡的部分 那我們這台養生飲呢除了可以沖泡咖啡 然後茶類還有像我們的花草茶啊高山茶啊 都是可以使用的喔 非常的方便 可以符合我們全家人的一個需求 觀眾朋友如果說你真的也想要這一台機器的話 因為喔說真的他這個真的滿方便的耶 你看啊有的人可能想要喝大杯的 有的人想要喝小杯的 那其實你只要這樣子一箭沖泡的話 就能馬上就是合乎每個人的需求 我覺得因為像我們家有時候會有客人來啊 我每次客人來我就站在那邊想說 我到底要是要叫飲料 還是我們要去泡那個茶葉有沒有 背心嗎 對 可是其實有的人不喝那個茶葉 因為那個有的人是說喝了會睡不著 那其實你如果說喝外面的飲料 那現代人又很注重養生 其實你買了人家也不見得要喝 那我就說如果今天啊真的家裡面有一台這個機器的話 還滿方便的耶 你像我們吃完吃完飯的時候啊 馬上就先來一杯那個享受茶 那剛剛萱有講到嘛 閨蜜好朋友 閨蜜好朋友的話 它主要應該就是能讓我們女生啊 臉色會好一點 而且其實我剛剛喝這個涼茶 我覺得它不會很難喝耶 因為一般來說我會覺得中藥聽起來我就不敢喝了 因為覺得應該就是藥味啊什麼會苦之類的 可是我剛剛喝這個的話 我真的覺得不會 反而是一種很清爽的感覺 對 這個其實我們的配方都有經過完善的一個調整啊 符合我們現代人的口味 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能接受這樣子的一個口味 那我們這個膠囊肌呢 本身有專利以外呢 其實也非常的好清洗 剛才呢我們放進去膠囊的這個地方呢 其實只要這樣子把它打開 然後拿出來 把這個膠囊呢拿出來 就只需要清洗這個部分而已 就非常的方便 不用喔 有些像你如果在家裡面泡咖啡啊 整台咖啡機都需要來做一個清洗的一個動作喔 那這樣子呢這個是不需要的 非常非常的方便喔 而且我剛剛發現啦 你看它一杯泡出來就那麼濃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想要省錢又想要養生的話 我跟你說 這個可以回沖 因為它一杯其實很濃 我覺得你應該至少可以泡個兩三次吧 因為這個一次丟掉真的還滿浪費的耶 對啊 其實它這個泡第二次第三次還是會有味道 然後它本身裡面比較甘甜沒有含糖 就是我們這個是比較天然草本的 完全沒有添加任何的一個糖的部分 那其實透油這樣子的一個過程喔 我們可以除了讓我們喝到喜歡喝的東西以外呢 也可以讓我們的這個身形呢 比較美一點就比較不會有這個過於肥胖的 太過肥胖啊 其實對 尤其現在像那個冬天啊 我剛剛有說到嘛 其實天氣涼涼的 天氣涼涼的 軒你喜歡吃什麼 我喜歡吃麻辣火鍋 麻辣火鍋 其實我也是耶 那那個院長你呢 冬天喔 喜歡吃羊肉爐 你吃羊肉爐 原來院長也是喜歡吃這種就是高熱量的東西啦 院長你這邊還有什麼要跟觀眾朋友補充的嗎 就是可能一些你平常在診所 可能會常常遇到的患者 像現在冬天的話應該會有特別一些患者吧 對對對 那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實現在這個年代 大家其實有一些身體比較一些 自己覺得比較虛弱的部分 其實多半不是太嚴重的問題 但最大的原因其實是因為作息不正常 還有飲食不均衡等等 那像是呢 我們現在這個年代 就是有些人啊 就是糖分啊 攝取比較多 因為畢竟到處都是所謂的一些 含糖一些食物這些部分 那除此之外呢 在我們三餐的話 其實油炸物還是滿多的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覺得建議啦 現在這個年代如果說 要讓自己比較有辦法養生健康一些的話 與其就是喝一些這種含糖飲料等等 不如我們喝一些所謂養生茶 那事實上來說 就可以取代一些所謂的手搖飲料等等 那像是我們一些勞動的朋友們 那在中藥的部分 我們建議會用一些所謂黃旗跟人參 可以幫助一些勞動朋友們補氣 那像是一些手搖念書的一些朋友們 那一些學生們 我們建議用一些枸杞跟菊花 讓眼睛會比較亮一些些 那念書效率會比較好 那我想大概是這個樣子 了解 高院長我覺得我等一下結束 我應該會先去找你一下吧 好 謝謝 我覺得我 我覺得我自己是那種很想要養生 可是我又是很懶的那種人 你看像其實有時候啊 像我剛剛有講到嘛 下班回家以後 那有時候 其實我真的作息很不正常耶 特別是因為我很怕胖 我可能每天一下子有吃早餐 一下子又不吃 其實有時候真的會造成就是代謝很差 而且我每天早上起來 我真的覺得我的人好累喔 就是不管我怎麼睡 睡怎麼久 我都覺得很累 可是像有時候 你說要三餐正常的話 我覺得還蠻難的耶 因為你看我們工作 有時候一忙碌啊 其實你根本連喝水的時間都沒有 更不要說是就是養生這一些的 像軒音的話應該也是吧 是 所以我們在家裡面啊 放一台下班回家以後 可以喝一杯 那剛才院長有提到的這個枸杞啊 黃杞啊 都是我們的這個食犬裡面有的 平常時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來達到我們的一個養生的功能喔 那另外呢 還有我們像這個呃 女保飲啊 它裡面還有加穿窮熟地跟當歸啊 也可以讓我們平常女性喔 來使用上會比較有明顯的 增加我們身體健康的一個部分喔 了解 好 那因為今天啊那個軒音 它有特別帶來他們原廠的 這台機器的影片 那我們現在呢先播一段影片 讓各位觀眾朋友看一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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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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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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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抽奖抽出十位 来送这个药布哦 我刚刚也有分享 我可不可以也抽啊 因为这个 这是天明一条根 一条根真的是蛮有名的 它现在你就是只要分享的话 你就有机会可以抽中 你如果常觉得你腰痠背痛 你觉得可能疲劳的话 赶快赶快分享 我们现在就会马上抽 那现场朋友刚刚我说到 如果你想要机器 又想要这个花草茶 又想要这个贴布的话 你现在就是赶快帮我分享按赞 然后再帮我take三位朋友 我们到我们直播结束 都一定会抽 那刚才有跟大家讲到 我们讲出来要送的东西 我们就一定会送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好那这边的话呢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好了 等一下主要会送的 就是有这个机器嘛 是 轩音那你刚还有自己另外加码 加码这个一条根的贴布 轩音我其实还蛮好奇的 因为一条根啊就是市面上还蛮多的 那你们这款贴布主要它是有什么 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吗 有什么特色吗 我们这两款贴布的话 都是里面都是添加精油的成分 那可以比较舒缓我们不舒服的地方 那另外好像也有客人跟我分享说 晚上睡不着的话 可以把贴布呢减小块一点 然后贴在额头的这个地方呢 也会比较好睡 那这个呢我有回去求证过 我请我妈妈呢帮我实验 确实呢我妈妈也说 贴了这个药布在额头这边啊 确实会有比较好睡的一个功能喔 所以你们平常是喔 如果说真的很喜欢药布的 一定一定要帮我们回答问题 可以来抽这个我们的药布 那另外呢分享按赞的话 帮我们分享按赞的话呢 今天有机会呢可以抽出一名呢 胶囊机呢加我们的这个 花草综合组跟花草系列喔 医师那刚刚萱有说到吗 他说像他妈妈就是会贴额头 那他贴额头是真的可以 你刚刚是说舒缓吗 就会比较好睡一点 感觉好像比较好睡一点 这是针对失眠的话是真的贴额头吗 其实一般来说 他这个这种药布其实比较偏向是外伤使用的 特别是所谓的一些运动伤害啊 或者是扭伤 那大概是慢性期大概五到七天左右的时间 这时候用一条跟贴布 事实上来说会效果会比较好一些些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个算是一个辅助啦 对算是外伤的一些辅助的一些部分 其实真的要养生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要 就是由内而外来调理 因为其他东西其实都是辅助啦 我觉得还是要从根本开始做起 像医师你这边的话就刚刚萱有说到嘛 我们这个花草茶 那其实这些的话你有什么使用上的建议吗 像说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 一个是这个清凉退火的凉茶 对那还有这个 刚刚还没有说到排便好顺畅 对像这个排便好顺畅的话是大家都可以喝吗 原则上来说我会建议就是说 真的有觉得就是可能三餐比较吃一些比较油炸食物的 比较少吃蔬菜水果 那或者是有些女性她可能在减肥 所以次量会比较少一些 那导致就是排便就比较那个不顺畅的部分的话 那比较我们要为了促进新陈代谢 我们会比较建议喝这个部分这样子 那还有这个阳甘菊花草茶呢 这个阳甘菊花草茶的部分呢 它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的精神状况比较好一些些 同时它有一些解渴的一些效果这样 了解 学问我刚刚是跟你说真的 等一下下坡你真的要留一台给我 因为我刚才有看到 它上面还有一个就是食权的补气饮 我觉得我刚刚就说我觉得还蛮需要吃的 因为像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前几年就是去年 我们就是有出国去玩这样子 然后其实也有很多国家 他们都会介绍他们可能就是一些补气的东西 像那个韩国啊 你知道那个韩国人生其实还蛮贵的呢 你如果说一般的话一般上班族 你要吃那个人参 那个一条都是好几百块 整盒买起来至少要几万的 上万块 其实真的有时候负担没有办法 那我刚才有看到它就是有一个食权补气印 我觉得如果说 因为听名字其实大家就知道了嘛 食权啊 然后什么药膳 像很多人不是都会吃一下那个 很喜欢吃那个什么 当归鸭喔 那些 也是可以补气的嘛对不对 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 如果你们真的家里面的人口很多 而且你们家是常常可能有客人会去的话 真的你现在赶快帮我分享按赞 一定会抽出来 真的 那如果你像我一样 我刚其实是自己就有分享了啦 那我是要叫轩音再留一台给我 因为我一台是要放家里 那我一台是要放公司 我想说这样子我不管是上班啊下班 我都能喝 那我不用在那边搬来搬去啦 对 轩音你这边的话 因为我觉得这台还蛮特别的呢 它是算咖啡机吗 咖啡花草养生机 还是说它跟其他的别家的咖啡机有什么不一样啊 它这个的话 其他家的话都只能做他们自己本身的咖啡啦 那我们这个的话 因为我们开发的口味非常多 因为我们是中药厂嘛 我们天明制药呢 有拥有这个制药的一个经验 所以我们可以去开发养生的这个部分 也可以开发这个茶饮 像这个羊柑橘啊 这个茶饮的部分呢 那另外像高山茶 还是说一般的咖啡 其实我们也都可以来做一个咖啡的一个开发使用 这个都是平常使我们可以喝得到用得到的喔 天明制药真的还蛮有名的耶 你看其实你真的要我去外面买一些什么花茶回来 虽然说有的东西很便宜啦 因为可能它没有包装嘛 那其实它如果东西没有送检验的话 讲真的我喝下去我也会怕 因为其实高医师应该知道吧 因为很多的茶里面啊 花草茶可能都会有什么重金属 对不对 那其实你长期这样子服用 对我们身体负担都蛮大的 所以真的 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今天加码的这些东西 你们一定要带回去 那这边的话呢 刚宣有说 分享的话 我们就是会送好礼 刚刚讲到的 这台机器 天明胶囊养生机 还有这个花草茶组 这个市价就是7000块 市价7000块 今天呢 你不用让你花一毛钱 你就是只要帮我按赞分享 take三位朋友 就有机会 可以抽中 那因为我们节目啦 其实也已经快要到尾声了 真的还蛮感谢大家今天就是 留到最后 来就是跟我们一起直播 那这边的话 赶快我留些时间 让大家赶快帮我按赞 留言跟分享 你们只要在我们 po上去的这个连结啊 帮我们打开 好那你只要take三位朋友 take你觉得 最需要的三位朋友 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刚已经按好了 可是我不知道我没有发布出去 对 对 赶快 因为大概剩一分钟的时间啦 我们赶快把握机会 薛依你刚有分享吗 有 我刚才 你刚也分享了 也分享了 对 对 因为毕竟是不用钱嘛 所以你们就赶快分享 就take三位朋友 跟公开三个分享这样子 那刚刚薛依问到的问题 你们就是把它记起来 帮我打关键字 我们就会抽 绝对是真抽真送啦 那观众朋友 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的话 下播以后 你们也可以就是到我们的连结 去帮我们看 那这边的话 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今天除了要抽奖 送这台养生机以外 我们也有直播优惠价 我们原价7000块的这个养生机 因为今天直播 现在只要3990 非常非常的划算 如果你错过真的就没了 真的 3990等于差了一倍的价格 你今天用半价就能买得到 直播价就是3990 那你如果说 你平常你只是想要单独买 这台机器的话 单独买至少就是快7000块 那我们今天真的把握机会 3990 你们趁最后的时间 赶快帮我公开 分享按赞 现在剩一组耶 剩最后一组了 大家赶快 剩最后一组了 外场说剩最后一组了 我们赶快赶快赶快 不知道我们家的人 有没有帮我分享 因为我昨天就跟他们说 今天一定要把握机会 好 那我们直播架也告诉大家了 那真的啦 全家人的照顾 我们真的是必须要 大家一起来的 那我们就让这台 天明膠囊养生机 来帮我们守护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边 那也谢谢我们的原厂代表 带来了好康 还有谢谢我们高院长的丽琳 那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继续follow我们喔 好 那今天的话真的很 谢谢大家 跟我们到直播的最后 那我们中奖名单 会再跟各位朋友告知 谢谢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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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